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立上午10点钟整点新闻 不过首先全球头条焦点 就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今年首场电视面论已经正式登场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史上最早 等于是选前四个多月 今天上午9点钟正式登场 拜登跟川普魁威斯年再交锋 稍早经济移民问题都成焦点 带您前进亚特兰大辩论现场 他是超级劣食者 我们不要忘了他这个绰号 那么他们这些团体 之前到我在于 对司法改革上面的努力 带来的机会 他们都是赞许的 还有这个参议员 提出了非常好的主意 为美国在来最好的这个司法的改革 使得我们当时有 史上最好的条件 可以说是史上最好的数据 但是他却 他却丢了很多票 因为他做得太糟了 他对于非裔拉美裔国的人民 都做得不太好 他夺走他们的工作 而且你还没有看到这件事 有所改善 一切都是活动 有38秒以上 我会让水非常非常干净 空气非常非常洁净 清醒 我们也要让数字 达到史上最好 我们带领各种的行事能源的改革 我们要让这个数字 史上最好 让我来快速再纠正一下他所说的 除了他所说的成论之外 现在要面临史上最热的酷热 以及酷暑 但是过去回望川普执政时期 在这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建树 他关注其他的议题 经济顺于气候议题 他现在还有这个颜面来说 要获取干净的水源吗 我们现在的气温 已经不断地上升了 这都是由于气候暖化变迁 带来的冲击 但是回望他所作所为 并没有建树 花了我们塑造 但是中国印度俄罗斯什么都不用付 但只有美国要付 因此所为终结这个状况 因为我不想要浪费这笔钱 因为只有我们付钱 没有别人买单 是一场灾难 但是他刚刚说的事情 我像他讲的 这个颐老说的事情 我还是把这个药价 给嫁降的人 他说 但是他现在我们的健保法案 吉吉可文 因为他让这些移民进来 那些人会拖累 我们会提报我们的学校 还有医院 是他的政策会损及我们目前的社会 还有医保 社会福利跟医保 我们的现在所注重的是修补过去的破口跟破洞 所无法弃及的地方 包括我们要提出的一个目标 是2035年前的我们要定出一个减碳的目标 包括我们在气候议题 还有和平议题方面都有许多卓越的重要的协议 这个人的过去说着他很关心污染等等方面的环保议题 但是我们才是真正做事的人 包括在药价方面 我们也是成功抑制药价不断的上升 让人们能够负担得起药价 现在呢 我们要谈到社会福利安全 尤其是对于年长的英法族呢 他们的医疗负担很大 我想要询问拜登有关社会安全 现在呢 大家呢 大概所得的百分之六左右呢 是作为支出 但现在呢 大家的支出呢 我们试图减轻大家的负担 我们试图呢 在增加富人税的方面呢 来补足这个缺口 您还有两秒 您还要再强调的吗 包括在社会安全方面呢 关于在伟安方面呢 我们呢 是击败了对面这个对手 包括呢 尤其在社会安全的住房方面呢 我们也提供了房贷的基金 我们同时呢 也要保障我们的年老族群 包括在医疗的方面呢 包括现在呢 可能还有数以百万的人呢 无法享有健保 这一部分呢 是要 有一部分呢 是要塑及以往的 尤其呢 在废异族群这一块呢 可能是被遗忘的一群 但我们拨出了一些基金呢 来补足这个缺口 这个人呢 只会开一些空投支票 所以我会说 过去八年呢 我都没有像 过去八年 我没有看过像这个人 一样会说谎的人 他说了很多事情 也都会谎 包括一直讲什么 乌克兰啊 俄罗斯啊 比较啊 什么的 都是假新补 假消息 像都是输家 都是输家的谎言 而且他毁了一些 因为数百万人 正在涌入美国边境 但在撤回我们的 医保系统 正在涌入我们的医院 甚至是围挤 我们现在的 农民的 受到保证的制度 甚至是让他们 住高级旅馆 我没有看过 国内有这么多愤怒 我觉得他并没有 为人民脚强 他只是个 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他甚至过去呢 还乱开除他的属下 包括部长等等 过去呢 连他的部署呢 都不挺他 他在认的时期呢 许多有数以百万的人 失去工作 经济表现并不好 但换而言之呢 我们上来 执政之后呢 经济表现呢 有显著的改善 我们呢 不会只会空口说 无品文 而是落实在我们争取上面 同时回顾 总统历史呢 他的表现呢 几乎是史上历史专任中 你还会遭发言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讨论的是 伊保川普先生 那拜政时期 你抨击他在川普时期的表现 那么回顾你的任期呢 未来呢 要如何让儿童福利呢 更加的让人民可以忽然 让我回顾他刚讲的 他刚讲的 他刚刚讲的 那些都不是真的 他 他 他没有在吵人犹豫的 为什么 虽然说我吵过很多人犹豫 包括这个FBI局长 也曾经被我开除 但是他不开除呢 他会付出代价的 在这方面他做了并不好 他应该要开除 跟阿富汗 和这个特军 这场恐怖秀里面相关的人 你有没有开除任何人 你有开除任何跟边境政策 有关的人员吗 这样 一百八十万人 许多来自 都 该自监狱里面这样子的人 来越过我们的边境 你和我坐在这里 在这场谈论 你和我们的国家正在受到摧毁 他是史上最糟的总统 他这样说是因为我回应我说的 他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 那说到这个边境管制 他无所作为 他做的事情几乎是微不足道 他想要让这个 他想要让这个国家 好的 画面上您看到川普拜登电视辩论 现在九十分钟辩论还在进行当中 不过这一次总统大选 等于是提前在投票前一百三十天 今天就举行了首度的电视辩论会 这也是从一九六零年 甘乃迪跟尼克森举行了 第一场电视辩论以来 第一次没有现场观众在场的闭门辩论 而且今天主持人非常直接了当 第一个问题 就是只问拜登跟川普 要如何看待选民最关心的经济跟物价 我们要看一看 我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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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国家 在缓缓 疫情 被控制了 很多人都死了 他说 他说 他不是很严重 只吸一口 的瓶子 你会在这些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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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下来 有没有职务 人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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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做 是试试 We brought out a position where we have 800,000 new manufacturing jobs, but there's more to be done. There's more to be done. Working class people are still in trouble. We have the greatest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We have never done so well. Everybody was amazed by it. Other countries were copying us. We got hit with COVID. And when we did, we spent the money necessary so we wouldn't end up in a Great Depression, the likes of which we had in 1929. By the time we finished. So we did a great job. We got a lot of credit for the economy, a lot of credit for the military and no wars and so many other things. Everything was rocking good. But the thing we never got the credit for and we should have is getting us out of that COVID mess. He created mandates. That was a disaster for our country. But other than that, we had we had given them back a a country where the stock market actually was higher than pre-COVID. And nobody thought that was even possible. The only jobs he created are for illegal immigrants and bounced back jobs, the bounced back from the COVID. 局例來說呢,包括在醫療福利方面的支出呢 我們會試圖抑制藥價 我們的藥價呢會讓他往下的繼續維持平穩 我們的計劃呢是接下來十年呢我們要補足這個缺口的部分 醫療負擔的這個方面 雖然這個人呢並不同意我們要為每個人福祉所著想 尤其呢包括在兒童福利方面呢 我們也會顧及到他們的權益 包括移民而來的呢我們也會顧及到他們的權益 謝謝拜登總統 現在你有兩分鐘來做一個結論 這個作為真正他只是很愛抱怨而已 他說我們要擺脫這個擺脫那個 但是他事實上什麼都沒有做 他讓我們的國家變得不安全 使數百萬的民來進來國界 那麼阿富汗撤軍也做得不好 而且還讓那個部門就不該發生的抑壓戰爭發生 那麼他也沒有辦法控制住普丁也控制不了中國 那麼他如果他根本就不應該讓 他講過所有的事情 但他沒有做了三五年以後 就連烏克戰爭都不應該發生的 我們有烏克戰爭 我們有烏克戰爭都不應該發生的 你講過烏克戰爭 這是一百次烏克戰爭 一千次烏克戰爭 整個國家都因為你 因為他們不尊重你 而且他們必須尊重你 因為這個世界各國都不尊重 我們都沒有辦法尊重美國 我們在我們日內內的歷史 我們讓美軍強健 我們進行事上前所未有的減稅 但是他讓許多的事情都走回頭路 這是前所未見的 就像是醫療方面 像是病座的人他可能會跑去歐洲 治病 而美國的美軍方面 我們有非常好的美軍士兵 我們應該好好的照顧他們 也因此我得到史上最高的 人民的支持率 我才能讓美國重新偉大 那麼在 感謝兩位 那麼接下來請繼續鎖定CNN的節目 還有進一步的分析